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岳哥,有请新老朋友们多观看,多关注,多订阅,多打赏支持 我们快速来看一看加拿大人迈克尔斯帕弗的情况 一审的判决结果是出来了 有期徒刑11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万元,驱逐出境 认定他的罪名是犯了所谓的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 一审的结果出来以后 加拿大以及西方国家的舆论,包括政界外交官媒体等等 普遍认为这是中国在搞人质外交,因为和孟晚舟的庭审过于重合 中国方面当然是否认的,一直强调中国的司法是独立的等等 各方面的报道和猜测其实很多了 有一点值得格外的注意,就是所谓的驱逐出境 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适用方法 是放在主刑11年刑期之前,还是放在主刑11年之后来执行的 当然这个11年都是一审的判决 在判决后不会立即发生法律的效率 根据中国的法律,如果说检察院的抗诉 或者被告人斯帕弗本人上诉 还会等待二审做出裁判 现在消息说斯帕弗是已经决定提起上诉了 关于驱逐出境 有人说这是中国的弹性之所在,高超之所在 其实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 你说搞政治,搞外交,搞大国关系的博弈 留有空间,留有后手还可以理解 但是在法律,在司法这个层面 可能是说要尽量的去减少不确定性 根据中国的刑法第35条 驱逐出境对于犯罪的外国人适用 是外国的国民 可以独立适用或者附加适用驱逐出境 非常简单,就这么一句话 所以就导致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 究竟怎么样用驱逐出境 很多基层的人员,法律人员也感到困惑不解 其实各种可能都是有的 主刑和附加刑之间的关系 有可能是说在主刑之前 开始执行附加刑驱逐出境 有可能是在主刑坐牢期间 又开始执行驱逐出境 当然最大的可能比较重刑的话 在主刑结束之后来执行驱逐出境 但是没有明确的说法 上海的法律界人士还特别提到 对于罪行较重的外籍被告人 独立适用驱逐出境 这样的一种做法 事实上也没有违法的嫌疑 因为中国的刑法根本就没有 相关的硬性的规定 我也看到中国大陆的一些官媒 根据中国的官方机构 上一世纪90年代 对驱逐出境的解释 强调斯帕弗吃牢饭 肯定是少不了的 如果二审也是这样来判的话 其实参照中国的法律规定 这个话可能说的早了一点 中国方面为什么在驱逐出境 这个条款的相关的规定上 不那么明确 其实在中国人大的官网上就有提到 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对于犯罪的外国人 不是都适用驱逐出境 而是根据其犯罪的性质 情节及犯罪分子本人的情况 结合国际间的关系和斗争 形势需要等等 可以适用驱逐出境 也可以不适用驱逐出境 可以独立适用 也可以附加使用 那么请注意 这是结合国际间的关系和斗争 形式的需要等等 有必要强调一点 根据人大网的法律事宜 宇文达这篇文章 确实是提到了 一般要在主刑之后 来实行附加刑驱逐出境 用的是一般这样的表示 含混概念的表达 此外还有一些 看上去留有了更多的空间 比如根据 维护我们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需要 来决定的 请注意这是2002年的一个说法 那比中国官媒援引的 上一世纪90年代的相关的材料 还要新一点 在斯帕弗的一审的结果出来之后 加拿大的媒体报道的时候 确实都提到了中国的驱逐出境 看上去弹性比较的大 这个所言非虚 刚才我给大家呈现分享的资料 可以看到这一点 所以也不难理解 为什么加拿大总理就认为 这样的一审的判决 绝对无法接受 他说超过两年半的任意拘禁之后 现在这个对斯帕弗的裁决 显示中国的司法程序缺乏透明 连最低程度的国际法都无法满足 而与此同时 加拿大的各路的媒体也在权力的报道 就强调一点 加拿大是有独立司法体系的 不会受到来自中国压力的影响 有加拿大的法律界人士 还特别就强调 在加拿大 总理都是不能够打电话给法官 要求法官来释放孟晚舟女士的 看我频道节目的 我知道有不少加拿大的朋友 就特别欢迎加拿大朋友 来谈一谈这两项对照之下 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现在情况确实也很清楚 中国是白纸黑字 来对附加型驱逐出境的使用 做了一些看上去比较宽松的处理 留有余地的处理 但是前面提到了搞政治 搞外交 搞大国的博弈 那有手段也很正常 但是要让中国的法官们 去考虑所谓的国际斗争形势 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而不是从法律层面 做更多的考量去进行审判 那就会出大问题 所以也不难理解 为什么25个国家的50名外交官 齐聚加拿大的大使馆 来做无声的抗议 因为你有这样的白纸黑字 很多事情呢 你解释不过去 现在也有很多媒体说 中国加拿大美国三方 有可能达成某种默契或者妥协 围绕着孟晚舟 围绕着三名在中国的加拿大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眼下这样的一波事情 也是对加拿大的司法体系 法律体系的考验和挑战 在斯帕弗一审判决出来 基本上同一时间 我就看到澳大利亚的媒体 就表达了对成磊这一位女记者 澳大利亚国籍华裔女记者的忧心 在今年稍微早一些的时候 成磊就已经被正式批捕 被指控涉嫌泄露国家机密罪 澳大利亚媒体8月12日的最新的报道 就特别提到 成磊是在去年的8月13日 一个星期五突然消失掉的 而且成磊的同事 澳大利亚国籍的一位男同事 刚好也在CGTN工作 他独家披露了 当时他们也是透过中国媒体的报道 才知道这个事情的 所以对于在CGTN工作的外国人来说 内心非常的紧张 这位澳大利亚人第一时间 就向CGTN的值班主任 写了一封信 说别搞错了 逮捕成磊在整个外籍工作人员中 会产生震动 而且显而易见 成磊的这位男同事的仗义之言 并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反馈 因为在几周之内 这位同事 成磊的同事就辞聚了 在CGTN电视台的工作 回到了澳大利亚昆士兰 与他的家人团聚 结束了在CGTN的7年的职业生涯 他还告诉澳大利亚的媒体说 我感到在我的办公桌前 在整个大楼里 假装一切如常 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现在初步的判断 随着斯帕弗的一审的判决出来 在西方国家的心目中 中国的形象在进一步的恶化 澳大利亚的媒体发表了社论 就特别强调 中国已经习惯于 对他有分歧的国家的国民 提出间谍指控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之下 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中国的欺凌和胁迫 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微妙之处 而非常巧的是 基本也在斯帕弗一审判决出来的同一时间 美国方面就宣布 拜登总统已经邀请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民间社会私营企业的代表 参加今年12月9日到10日的全球民主峰会 是以视频方式进行的 主题是三个 反对威权主义 打击腐败 促进尊重人权 相信加拿大 澳大利亚 这样的无眼联盟的国家都会参加 如果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所表态的 要求中方立即无条件释放斯帕弗这样的说法 呼吁显得比较的突兀 政治上作秀的成分更多一点 中国包括一些西方国家也未必太当一回事的话 那么美国总统拜登他一直念字在字的全球民主峰会开起来 那确实对于西方民主国家内部产生一个共情 一个共鸣 毫无疑问会有很大的作用 而反观中国 中国的形象的跌落 中国被孤立 看上去呢 也确实是一个越发凸显出来的事实 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大人新闻 我是岳哥 有请朋友们多观看多关注 过往我在中国大陆以及海外的机构媒体 担任过记者编辑高级编辑以及特约记者 很开心有机会和朋友们多交流和分享 渴望得到朋友们的评论 订阅点赞转发和打赏 谢谢各位 让我们下期见